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來到GG Channel,我是Calvin,大家好 突然間有種好像要借票的感覺,很矛盾 雖然今天這個題目相當沉重和複雜 主要就是簡介一下烏克蘭和黑色黑的現況給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當然是一個珠珠國際,當然他不是很直接和中國有關係 當然其實有少許關係,但這五個字真的很沉重,世間無落土 其實我們經歷了見證和經歷了很多事情 在抗爭來說,人類的歷史完全沒有變過 不過這十多二十年,可能我們香港也在一個戰亂之中 所以比較和其他國家的一些抗爭會新同感受 以前也有的,以前也有很多地區,很多國家打得開花 事實上我們的感覺也不太深 例如說,烏克蘭和克利米亞事件,整個事件被人立了 我們也不是很關注,但這幾年,就算去到加泰隆納事件 例如我比較關注,例如加魯吉亞事件 一直都有緬甸,然後有阿富汗等等 近來連續都是兩個在俄羅斯鄰近地區發生很大的衝突 其實也挺嚴重的一件事,烏克蘭和克利米亞 所以我也值得在這個頻道和大家分享一下 但在說之前,為什麼我說有些精神訓練呢? 因為我剛剛還在看《事當真》的一周年 一周年那個show,我覺得很感動,很開心 我和其他頻道都很欣賞《事當真》 有時候香港就是這麼有趣,香港就是在絕望中 你就會看到希望,是很神奇的 黑暗中的光明就特別耀眼 我下年還有8個月,我就40歲了 40歲,這幾個字很重 但我是有幸地,不知道有幸還是不幸 我是輕輕地見證過九七年前的香港 可能很多朋友比我年紀更大 都明白我想說什麼 我只是在水尾,我也感受到那時候香港的那種繁華 我只是很記得在我中學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不斷而過就發達了 你明明那個氣氛,那個社會氣氛 我們的口頭閃 大家記得這些,我們曾經在香港擁有過這些口頭閃 我們是說魚翅撈飯的 我們香港人是吃腦 誰明白你說什麼呢? 在那個年代,人工是幾成幾成的增加 聽到朋友說,這是第一層的紙醉金迷 第二層當然是回大陸賺錢,開廠那些 然後那時候,我們的音樂,我們的電影,我們的軟文化 甚至廣東話這些東西是 去到亞洲第一 不要說亞洲第一 其實就很難比較和第一不一 但總之香港這個字是 絕對在地圖之上 但經歷了十幾十年 不用說了,全盤赤化,大陸化 自我矮化,難化 但就是在這一兩年裏 我們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香港人的文化產品 那種能量是大到你難以想像的 大到我難以想像 現在你追都追不及 以前你是找的 你要找有沒有代表香港的作品 有,絕對有 很難,不容易找 有你已經很珍惜 但今年你是追都追不及 音樂上不用說了 音樂或者娛樂樂壇上 MIRROR,ERROR 還有很多 林詠謙等等 很多都是唱出一些香港人的 其實主要都是說一些香港人的聲音 然後你說說 樂搞少少少的 娛樂化少少的 在音樂上 情天臨 真的是一枝獨秀 然後你說YouTuber 不用說了 當然是有事當真 看得我很感動 但我發現不行 我再看得到三點 我現在是兩點鐘 明天都要上班 明天要上班 明天要再拍片 所以不行不行 快點要開始 但是大家容忍一下 說一點感性 首先要感謝剛剛上一段影片 跟林康正兄做Live 也是一個很欣賞的兄弟 認識了太久 我跟他認識的是人網 認識的 人網的時候應該是 2009 2008 2008 2009 認識了十三四年 在網台上 他很早就在香港人網 然後他也有上網台訓練班 一直都轉轉 曾經有在人網 然後《早朝天下》 然後《MIHK》 或者《前身低俗頻道》 然後自己有好幾個節目 他也出了很多書 現在是落戶在《啤梨頻道》 再加上他自己每天都有做Live 在直播的時候 差不多無間斷日日直播 很欣賞他 他就很勤奮 很勤奮 很言行合一 我覺得這是很難得的 他不會盲目說一些他做不到的事 他有幾分話就說幾分話 是我的網台圈裡其中一個很尊敬的朋友 然後當我走過來 我再重啟這個頻道 然後有一次 我和另一個網台朋友 加妹 聊聊聊 然後 加妹還是我太太 因為有一段時間 我太太也會聽《啤梨頻道》 有段時間他聽得多過我 因為他現在在別處讀書 生活都很艱苦 有時候可以輸壓一下 但現在比較難 他覺得頂不順 頂不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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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星期六天我本身也有 一、兩個直播節目 反而他追著我 你問 這個禮拜是怎樣 這個禮拜是怎樣 很幸運 我昨天搬完房子 都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說真的 其實這一年我都做 很多 接近每天都有做財經直播 我都很久沒有試過 一千三四直播放 我覺得也是感恩的 也鼓勵這個頻道繼續做好一點 希望可以 原來是可以做好的成績 只要你努力去做 眾人的視頻數 是因為林芳正沒有問題 沒有所謂的 因為 這樣 有就行了 在這個頻道裡就可以了 理得他是誰來 好了 再一次多謝林芳正 我希望可以 平均一個月再有 希望可以找到他一次 可以在這裏和大家見面 這樣 就這樣 OK 今天節目正式開始 說句不好意思 就是那個直播沒有怎樣回應大家的問題 沒有怎樣回應大家的留言 因為實在太多了 太多了 而且節目有限 時間有限 說了九分多鐘 很少出現在這個GG Channel 通常在我自己的Patreon就會多些 希望大家多多包含 快點進入了今天的話題 今天就說黑薩和瓦克蘭 都是複雜的情況 但是呢 我的角度 就是 你會發現 第一件事 就是這些國家 都在前蘇聯拆出來 前蘇聯拆出來 前蘇聯拆出了大丑的國家 這件事就讓大家看到 就是 其實獨立了之後 是有很多問題 我沒有其他含意 獨立了之後 是有很多問題 很多很多問題 所以沒有一件事是代表絕對的 沒有一件事是解決了的 所以有些人說 民主也不是大 民主可能是很差的 但你要分清始末 為何人要追求民主 就是要從錯誤中學習的 各位網友 民主 就是以民為主 以人民為主 人是有錯的 人當然會犯錯 民主就是 人民和制度一起犯錯 一起改善 一起成長 當然你可以說 人的愚昧 不斷地 別說愚昧 人的邪念 貪念 不斷地重複 所以你看到這些問題 也不斷地重複 對 但真的沒辦法 人就是這樣 你不要問我 你問上帝 為何人就是這樣 因為人就是有 所有的惡念 所以反過來 為何會有宗教 天主教 基督教 佛教 希望人可以超越這些貪真痴 喜怒哀樂 但這就說得越來越扯越遠 我想說什麼呢 我想說 他們獨立了出來 想自己作主 但有很多種種原因 其實是令到他很難 仍然是不能夠自己控制自己的命運 這就是真正的外國勢力 而烏克蘭和哈薩克 都在面對這個情況 即是他獨立出來之後 因為他大佬隔離的俄羅斯 在文化上 其實很多東西 都是文化上 經濟上 影響力上 都會被俄羅斯受牽連 但俄羅斯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他混水 俄羅斯不會想統一天下 我覺得 但他是有很強烈的不安全感 所以他不斷地 一定要他外圍那些 在他影響之下 而實質上也很重要 因為 你那些有 你都要經歷這些國家 要輸出去 而且每一個國家都會 掌握著俄羅斯 一些會影響俄羅斯的發展 或者經濟的事情 比如說 哈薩克當然有 哈薩克就是全世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烏克蘭 比較差 但第一 他在後門 第二 他也是糧倉 所以俄羅斯一定要萬分地捉緊這些國家 這是第一個角度 第二個角度 你就發覺 不知道關不關事 真的不知道關不關事 這些東歐國家 都有少少 社會主義 或者共產主義 或者威權主義 總是經濟都調不上 不知為何 於是 你又看到 烏克蘭是有少少不同的 但哈薩克跟一些普世 或者歷史上的反抗很類似 告訴大家 民眾的暴動 或者反抗 其實都是跟民生有關 都是由民生引起的 然後發覺的原因 就是靜制 就是在制度 問題就是在制度 通常會發生的情況 就是物價飆升 然後經濟很差 沒有工作 這些經濟學可以解釋到 當他沒有工作 經濟很差 他出來抗爭成本就越來越低 經濟越差 抗爭成本越低 抗爭成本越低 就越有誘因出來抗爭 其實是經濟學可以解釋到 所以香港 你在所謂表面上經濟感的情況下 都有這麼大規模抗爭 只有兩個可能性 當然有第三個就是兩 就是all of the above A 就是你以為經濟很好 其實經濟很差 有一部分人是很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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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很貧窮的人 不關廢不廢青事 很多老人家 他真的撿過紙皮 大家聽過這些故事 就是命根 十元二十元就很重要 因為他沒有其他收入 這個悲良的社會和政府就會說什麼 為什麼你不早上安排你的生計 為什麼你不早上有退休計劃 那你不如問 為什麼每個人都不在三十年前買樓 這是廢話 你的社會就是這麼悲哀 但是香港以前有一堆公民社會 NGO 我說過這些公民社會 NGO 其實就是社會的軟骨 他在制度以外 就加多一層保護膜 去潤滑這個社會 現在就沒有了 所以為什麼我會覺得 我會推斷今年香港會有很多民生衝突 因為你沒有了軟骨 你沒有了軟骨 就是骨痛 就是這樣 所以香港就先說了 要不其實經濟不太好 很懸殊 第二就是因為你弄得太差 而且你觸及了一些人類的底線 就是人權自由等等 我們回到哈薩克那裡 我們先說哈薩克 然後再說烏克蘭 哈薩克的情況 最近發生的情況是怎樣 就已經拘捕了四五千人 短短在過九個星期內 有過百宗的衝突 其中死了一百六十多人 死了百多人 有小孩 圍繞著 阿拉木圖 就是哈薩克的最大城市 我先看看給大家一個地形的概念 這裡就是俄羅斯 其實是這裡 很大 哈薩克是最近的 其實哈薩克是很大 你看到嗎? 哈薩克是超大 哈薩克比歐洲大 OK 可能是狐狸 不好意思 哈薩克 又拍了 哈薩克 是很大的哈薩克 那麼烏克蘭就是這裡 烏克蘭就是這裡 烏克蘭就是被白俄羅斯黏著的 OK 大家約莫知道地形 好了 大家在上面看到這些 對香港人來說是似曾相識的畫面 其中一個導火線就是燃料上升 剛剛他們通過了一個 類似汽油價格的限制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整個歐洲都是缺天然氣的 之前的歐洲天然氣價格升到爆炒 整個歐洲都不夠用 所以加了燃油價格 稍後再詳細說一些 總之就立即說民生大暴動 然後其中一個起點 當然就是靜濟的問題 是吧 大暴動 這些是真的暴動 一定暴動的材料有什麼呢? 一定是燒車 打砸搶 搶銀行 這樣的情況 好了 於是哈薩克的總統 就開始開拖了 是吧 簡直是開槍 簡直是開槍 於是當然就是世界 成為世界的焦點 這樣 這個就像是表面的情況 我們就再逐些讀資深入一點的情況 好了 先講講這個油價的問題 這個主要就是液化石遊戲 LPG 其實很多黑沙克的人 都要用這個做開車的燃料 突然間沒有這個價格限制 突然間飆升 其實黑沙克的人均收率是相當低的 平均月薪是美金600元左右 即5000元港幣 就開始反對這個政制 OK 政制 哈薩克 並不是民選 是任命的 OK 是任命的 這裡就要講講 哈薩克的少許 說一下少許歷史 他跟烏克人一樣 也是八九年那一波的蘇聯解體 然後爆出來的哈薩克也是 那時候的總統就是這個 不是這個 這個 納薩巴耶夫 納薩爾巴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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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歲 他八九年那時候 當總統 他在蘇聯期間 其實經已做領袖 好了 即是他執政的時候 他經已做了一部份 所以 他只要一做 就做了三十年 1989做到現在 差不多三十年 不是現在做幾年 三十年 然後 他就開始積極地 引入一些外資 進入國家 當他 退位的時候 他就交給這個 托卡耶夫 就是這個人 他的樣子 都像個演員一樣 挺好笑的 托卡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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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前任的 當時做總理和外交部長 所以他根本就是一個繼承者 亦都繼任了他以前前任的路線 好了 托卡耶夫 托卡耶夫 當然是 暴君 他 都是說自己選舉贏出來的 他得票率是接近100%的 可能比偉大主席 習近平更厲害 很簡單 因為他把所有反對導彈全部都抓了 又是那招 又是那招 OK 所以 出現這個情況 好了 而托卡耶夫 當然 當然 這個是 比較親俄羅斯 哈瑟克 但是裡面 牽涉美國和俄羅斯 西歐和俄羅斯的角力 因為哈瑟克 是全世界最大的 其中一個有產油的國家 所以 美國 亦都投資得很厲害 所以 今次這件事件 第一 有幾件事 第一 就是 市民要求改革 往往出提到民生問題 要求改革 其實改革後 是否好些 我講過 不一定好些 但是你會不斷地改善 而且你會令市民有出氣口 這是很重要 是吧 好了 現在 要求改革 出來上街 暴動 這是第一個角度層面 第二個層面 就牽涉到國際關係 那裏 俄羅斯 出兵 俄羅斯出兵 全民 原來 這件事 就是鬼了 有一個黑色黑的市民 接受了 自由亞洲電台 聲稱 當然這些很難說出來 我們只是在這裏 報道說 他說 俄羅斯已經很早 已經派兵進來 還有他見到政府的人 穿著便服 打紮場 真是鬼了 我想說這些是完全豪不出奇的 是豪不出奇的 我們不需要花時間解釋香港的情況 在這裏 哈薩克 那件事就是有鬼 打紮場 然後總統 就借勢升級 然後俄羅斯就衝進來 這樣 就三國頂立 哈薩克 是中國投資很大的一帶一路國 而美國也有重要的資產 主要就是 在這裏 主要就是 我忘記那裏是甚麼地方 最主要是橙油那裏 西部 主要是西部那裏 也是近來動亂很嚴重的地方 全美國最大的 RXM美副 ExxonMobil 都是西邊那裏 有很大的投資 俄羅斯今次來的話 就是動之大期 現在會有甚麼影響呢 就是俄羅斯會增加哈薩克的影響力 這樣就令到中國和美國的影響力都會削減 現在就繼續觀望 現在進入了緊急狀態 所有社交媒體都封鎖了 Facebook、Whatsapp、TG、微信 全部都封鎖了 OK 暫時的情況是這樣的 有甚麼最新的情況 就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 所有事情都是有外國勢力的 沒有搞笑的 我們去到烏克蘭那裏 烏克蘭 又是很嚴峻的 這件事更加奇怪 你問我 突然之間 我覺得緣起在三四個月前 美國和那裏有個很大的軍演 在烏克蘭那裏 烏克蘭說了兩句 他在1989年 蘇聯解體的時候 獨立了出來 烏克蘭本身想邀請到歐盟那裏 當然是想接通世界 但是 烏克蘭 在烏克蘭的東面 有一堆很親俄羅斯勢力 因為有一個地區 有很多俄羅斯人在這裏 這就很混亂 有一次是印度和巴基斯坦那裏 烏克蘭有一個區 有很多俄羅斯 其實坦白說 烏克蘭和俄羅斯都很相通 這群人很親俄羅斯 很討厭西歐 但烏克蘭是想推進歐盟那裏 所以就打架了 衝突很大 到了1314年 有一個大型的示威衝突 兩邊搞對抗 烏克蘭和俄羅斯 突然衝進了克里米亞 世界嘩然 就在這個廢柴奧巴馬的眼皮下 就做了這件事 那你怎樣呢? 你就是沒有事可以做 好了 接著呢 我不說和拜登的醜聞 今天就不說這件事 好了 最近發生了什麼事呢? 突然奸存俄羅斯的大軍壓境 17萬兵 就兵臨城下 大家嚇到 然後就立即擔心 他會不會又好像 返回克里米亞 火速攻入烏克蘭 普京就很可笑 普京 俄羅斯出來回應說什麼呢? 他就說 你們北約不要在烏克蘭抗軍 這個叫做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簡直是一個謠言 那就奇怪了 你大軍壓境 然後你就投訴北約 這個叫做 入侵了這個烏克蘭 不是入侵了 北約就叫做 向烏克蘭抗展 其實你就說我走過來 我就說你走過來 結果現在就越危機四伏了 OK 而這個禮拜就關鍵了 所謂 這個禮拜就會開拖 不是開拖 對不起 這個禮拜就會聊天 OK 聊天也是羅來的 那幾位有 之前拜登有打過給他 說大家不要太緊張 現在正在協商 在哪裡聊天呢? 就在日內瓦 在日內瓦 然後呢 另外 另外 會 另外 俄羅斯就會和美國先在日內瓦談 然後就再在布魯塞爾 再和北約談 然後就再在維也瓦 和歐洲安全合作組織 這個組織一直都盯著地緣政治 連續過三關 其實現在真的不知道怎樣 大家都不肯退 俄羅斯的彩虹很熟 對嗎? 那美國呢 就傳有些上退 就有傳 拜登就願意 就說我們不要再軍演了 OK 但白宮就出來說否認 唉 我還未有進一步的資訊 但你問我 就當你拜登無盜 其實也是當你拜登無盜 雖然有些網友未必適合 特朗普年代 普京和金正恩 都沒有什麼 拜登一接手 緬甸又亂 然後阿富汗又來 俄羅斯也有來 因為我也不太明白 其實我經常都覺得 俄羅斯在這個 World War III裡面 他也是吃花生 而且他不得你打起把難 他只是領著數 賣天氣 這邊又賣那邊又賣 很開心 中國當然是領著來搶 現在賣天氣也是領著來搶 這樣便最發達了 俄羅斯沒有必要真的開拖 他沒有好處 我所不明白 有個網友跟我說過 其實他會不會是 藉著這樣而搞你中國呢 也不需要這樣做 你不做 中國也會和這個世界開拖 但如果俄羅斯擺了的位置 是你和世界開拖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當然有說法 只要他叫價 這些是開天殺價 拿拖著數 你記不記得 上年年中 油價突然去到負幾十元 那時候俄羅斯 和油組 或者沙特 叫做反台 竟然是傾爛尾 所以你不可以覺得 這些不是拿來講笑 如果特朗普和普京 我覺得最後的機會很大 但普京和拜登 我真的不知道 我當然不希望有什麼戰亂的情況 但現在老實 俄羅斯去到這麼兇 克什克又出兵 烏克蘭又出兵 白羅斯又出兵 即是卡的算盤賣些什麼藥 是否只想鞏固自己的影響力這麼簡單 我真的不得不知道 總之現在幾國人民真的很慘 烏克蘭也生死未預約 這個禮拜 首先所說 就會有幾場會議開 看看他們談得如何 好了 今次時間差不多 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 補充更正的話 歡迎留在comment 我們下集再和大家見面 Thank you 拜拜